杨超越手机壁纸男主角意外曝光。 连用6个月都没换。 近日,备受瞩目的创造101女团的11个人选最终确定下来,11个女孩成团出道。 而在节目中一直备受争议的杨超越,也凭借着超高的人气第三名出道。 虽说杨超越的业务能力确实不强,跟其他十位选手比起来差距不小,但是毕竟这个节目的游戏规则就是靠人气出道,杨超越虽然引来很多人的不满,但也一直被很多人喜欢,人气很旺。 作为一个动不动就爱哭的麻烦女孩,杨超越被人喜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。 第一是因为长得好看,在这个颜值及正义的时代,长得好看确实很有优势。 而第二个原因,就是因为他出身贫苦,误打误撞来到娱乐圈,朴实的样子让很多平凡的人仿佛看到了自己,找到了共鸣。 。 他当初那句我是全村的希望更是为他全粉无数,让他也因此变成了村花。 而近日,有网友拍到了杨超越在机场的照片。 图中的他身穿简单的白色T恤外加一个黑色帽子,下身穿一条短裤。 手里拿着手机袋子还有鱼行枕,微微嘟起嘴,呆萌的样子看起来少女感十足。 而就在这样照片中,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杨超越手机里的秘密,原来他的手机壁纸竟然是财神爷。 原来,杨超越早在2017年的微博上就分享过同款财神爷照片,更是热情邀请粉丝一起使用。 他更是逗趣地说,大吉大利,升官发财。 算来,从当时发微博到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,这一个手机壁纸它竟然整整用了6个月。 不少网友也留言称,这样的行为很杨超越。哈哈哈哈,竟然是财神爷,太可爱了。 之前总有网友觉得杨超越是在装可怜,装单纯装无辜,但是这次看来其实这个摄氏不深的小姑娘其实真的是挺单纯的。 有时候他哭可能只是因为不知所措,来自心底深处的敏感和自卑让他突然,被这么多人挤爱显得有点手足无措。 再加上因为节目的剪辑,把他很多认真练习的片段都剪掉了,只剩下他哭的片段,才让不少观众讨厌。 杨超越占据第三名的位置确实与能力不符,像李子玄等选手被淘汰也确实很可惜,但是网上有些人身攻击是真的有点过分了,可以不喜欢,但是至少请不要伤害。 而杨超越自己也确实需要好好努力了,毕竟到了什么位置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,以后还不提高业务能力只靠哭泣,可能就不像现在会被这么多人维护了。你觉得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